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又容易做又好吃的家常菜 就是老水三宝 看看有哪三宝 材料有 鸡棕翼一磅 鸡蛋四只 炸豆腐四件 姜一块 蒜头两粒 冰糖一块 还有一个 滷水汁料 我用了现成的滷水汁 然后 加少许调味 稍后要加些水 稀释后 再加少许调味 加3汤匙生抽 1汤匙老抽 1汤匙麻油 1茶匙酒 加在滷水汁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好了 让我先处理材料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首先 把鸡翼解冻 洗净 然后 飞水3-4分钟 炸豆腐 炸豆腐 也轻轻 飞水 炸豆腐 可以在 卖豆腐的店铺 就可以买到 鸡蛋 先把它 煮熟 然后去壳 备用 煮的时候 用小火 如果加少许盐 它就不容易爆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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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熟 热熟 容易去壳 滷水汁 把鸡翼 加3碗水 和冰糖 加进去 蒜头 姜 都加进去 煮滚了 滷水汁 先加鸡翼 把鸡翼加进去 先煮10分钟 鸡翼 已经煮了10分钟 用小火 然后 就可以将豆腐和鸡蛋 加进去 豆腐和鸡蛋 本身已经熟 加进去 等它再煮起 熄火 可以开大小小火 等它煮起 熄火 熄火 2-3小时 就可以了 好了 鸡蛋和鸡翼 已经浸了 2个多钟 已经可以吃了 这碗汁 放入冰箱 还可以用多一次 下一次就用来老 另一样东西 今天这个 滷水三宝 完成了 我们先加些葱 装饰 如果你有时间浸久 更加入味 大家不妨试试做 滷水三宝 滷水三宝